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赵磊是个很漂亮的女孩 不是那种清纯纤细的林家妹妹 而是美得明艳张扬 像一朵火辣辣的红玫瑰 读初征那会儿呢 我还只是个身材单薄未发育 没长个儿的黄毛丫头 而她却已经展开 浑身上下该秃的秃 该凹的凹 既有青春气息 又有女人的韵味 再加上一张白净的脸蛋 和一双堪比赵薇的大眼睛 任谁看了都得道一声美人 赵磊的异性缘极好 这都源于她的美貌 和她懂得拿捏男人的心 纵是发脾气 那也是面赛桃花一脸笑意 辽波的青春期男孩子的脸上 一阵又一阵的泛红 与异性缘成反比的是同性缘 女孩子们表面对她殷勤热切 转身就能骂她一句妖精 从小到大 她都只有我一个朋友 其实我和她是很不一样的人 之所以关系这么好 主要是源于我妈和她妈 是相识多年的好友 虽然是自由一起长大的好友 但我们的母亲 也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我妈正儿八经的 本科师范毕业生 现在是一名高中老师 而她妈初中都没有读完 现在在家附近的饭店里 当后厨切菜工 赵磊曾大咧咧地问她妈 妈妈 你为什么不能和轻盈一样 当老师 只能在后厨切菜呀 她妈说 因为自己不喜欢读书 觉得读书没用 所以初中读一半就不愿意读了 非要辍学打工 以至于没有文化 找不到好工作 所以 磊磊 你一定不要像妈妈这样 一定要好好读书 做个有文化的人 不然以后走上社会会吃亏的 好好学习 是赵磊妈妈对女儿唯一的要求 为了这唯一的要求 甚至不惜拿自己做反面典型 她的本意是教育女儿 可是赵磊却不怎么开窍 非但不引以为戒 认真读书 反而是读书学习为大敌 能躲则躲 能逃则逃 与此同时 赵磊对于整日叮嘱她 好好学习的妈妈 更是十分反感 她说她妈自己初中都没毕业 有什么资格让她好好读书 这么招人烦 也难怪会被那个 现在不知死活的爸爸抛弃了 是的 赵磊没有爸爸 以前不懂事的时候 赵磊和我一唱一和的 追着赵磊的妈妈 问赵磊的爸爸去哪了 赵姨只是笑笑 不说话 而我妈在一旁 恨不得用眼神 把我们俩牵到万寡一番 回家之后 我妈恶狠狠地警告我 不许追着你赵姨 问赵磊爸去哪了 不然你就等着挨揍吧 虽然觉得委屈 但是小孩子不惊吓 我选择了闭嘴 也拦戴着让赵磊不要再问了 后来我俩渐渐长大 面对大人的闭嘴不提 和只有赵姨和赵磊二人资料的户口本 我俩差不多也猜到了真相 我妈估计是未婚先孕 然后被抛弃了 赵磊 别别嘴 她可真傻 被抛弃了 干妈把我生下来 打了就攥了呗 我赵梅 训她 别这么说赵姨 她还不是为了你 不识好歹 行行 我不说啊 我不识好歹 嘴上这么说 脸上却依旧不屑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 赵磊看不起她妈 她妈也知道 女儿看不起自己 更知道女儿嫌自己烦 但她还是一遍一遍 不厌其烦地说 要好好学习 要好好学习 不然走上社会 容易吃亏 初中毕业 我被重点高中录去 赵磊则报了职校 她妈本想掏空积蓄 找关系 把女儿送进私立高中 可是赵磊死活不干 说自己就不是读书的料 母女俩打拉锯战 打了一个星期 当妈的到底降不过闺女 点了头 专业是赵磊自己选的 酒店管理 对此赵姨一万个不同意说 你学什么不好 学酒店管理 等以后你工作了 酒店环境乱 容易吃亏 你懂不懂 赵磊不以为然 她妈选择美容美发和烹饪 她都看不上 她说 她虽然读书不好 但还是想好好混 学了那些 以后有什么出息 我张了张嘴说 你妈妈可能不在乎 你有没有出息 只是想让你平平安安的 赵磊皱起眉头说 你怎么也说这些 冠冕堂皇的话 她执意要学酒店管理 并以绝食抗争 她妈最终没有拗过她 她去学校报道那天 是我和我爸妈陪她去的 临走前 她冲她妈紧闭房门的卧室 喊了一声 我走了 她妈没有回应 我升入高三那年 赵磊已经开始了实习培训 我的高中扩建招生 把新校区盖在了郊区 旁边就是本市有名的旅游区 大大小小的酒店 不计其数 赵磊被分配到了 算是比较有名的一家 她对此很试满欲 给我打电话时 语气里都是满满的欣喜 我问她 跟赵姨说了吗 说了 她只是说 知道了 我没有告诉她的是 赵姨给我打来了电话 麻烦我有空的时候 去酒店看看她 我就是不放心 酒店那种地方 我老是觉得环境乱 为了让赵姨安心 我特意抽了个周末 去了赵磊实习的酒店 赵磊身着白衬衫 和黑色包囤裙 凹凸有致的身材 被包裹的恰到好处 看见我来呢 她很高兴 说让我等她下班 然后带我去吃晚饭 我点了点头 跟着她去了员工休息室 晚上七点 赵磊下了班 她换下了那套 显露身材的制服 换上了便服 说要带我去吃 附近一家地锅机 结果还没有踏出酒店门 就被领班拦住了 领班是个 以止气使的中年妇女 一脸尖酸阔薄 学着 你等一下再下班 曹经理找你有点事 赵磊直接拒绝 有事明天再说 今天我朋友来找我 领班依旧伸着手不放人 朋友来了就是理由了 曹经理找你才是正事 有什么事 让你自己找我 要真有事 还非让你当个传话人 赵磊说完就挽着我走了 留下气得脸色发青的领班 恨恨地目送我们离开 出了酒店门 赵磊抱怨 烦死了赶紧实习结束赶快走 我看出事情呢是有点猫腻的 让他详细点说 他耸了耸肩 也没啥 就是那个曹经理看上我了 我表示 这很正常 以前喜欢你的男生就多 他苦笑起来 说这次喜欢我的可不是什么男生 而是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 我被吓到了 年过半百 那做你爸都绰绰有余吧 怎么会 想老牛吃嫩草呗 现在这样的恶心男人可多了 张着自己有俩签 就想泡年轻小姑娘 他缠着我有段时间了 还让我们那个领班跟我说 让我等他一段时间 过些日子 他就和他老婆离婚 娶我进门 我瞪大了眼睛 感觉世界被刷新了三观 他还有老婆 有啊 都五十六了 怎么可能没有老婆 我抓住他的手 一脸严肃 你可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他肯定是骗你的 他肯定不会和自己老婆离婚的 那都是为了骗你才说的 赵磊看着我的表情 咯咯直笑 你以为我傻呀 我肯定不会上当的 放心吧 对了顿 他又说 这件事你不要告诉我妈啊 我怕他担心 和赵磊吃完了饭 走在回去的路上 身后有一辆车 一直在喇叭 赵磊被瞅的 皱起眉头 回头喊了一句 神经病啊 开车的人好像没听见一样 继续按着喇叭往前开 然后在我们身边停住了 车窗缓缓向下 一张油腻肥胖的老脸露了出来 小赵 这是刚吃完饭呢 赵磊的脸色一下就黑了 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曹经理 我瞪大了眼睛 这就是那个曹经理 曹经理满是横柔的脸上呢 挤出了微笑 他拉下车门走了下来 看清他的全身后 我算是彻底懂得了 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曹经理其人 把中年老男人的灾难呢 蟹顶肥胖大肚男站了个圈 真正正正恶心油腻 这是你的朋友啊 长得和你一样水灵 说着伸出了 他长满长毛的肥手 想要搭上赵磊的肩膀 我把赵磊拉开 然后对曹经理笑了笑 爷爷好 我是赵磊的朋友 赵磊一愣 然后忍不住笑起来 曹经理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最后脸上实在挂不住 说了一句 迟早我得把你弄到守候 就开车走了 这人也太恶心了吧 可不是吗 你能不能换一家酒店实习啊 我不大放心 开玩笑 学校分配的哪能说换就换 看我一脸担心 赵磊安慰我 没事 很快实习期就结束了 我只好点了点头 当晚回去之后 我就把赵磊 让我对他妈保密的事情 抛到了一边 把今天的事情 详详细细的告诉了赵磊 我说 赵磊 那个老男人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人 我好担心赵磊啊 赵磊安慰我 没事 让我们放心吧 我和赵磊约好 他实习结束这天 我去找他 然后他请我吃饭 本来说好 让他在前台等我 可是我到了之后 却不见他人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正巧上次的那个领班溜过 我急忙上前询问 谁料这老女人瞟我一眼 阴阳怪气的说道 他正忙着呢 忙着还是好事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 直接扯住他的胳膊 你什么意思 你给我说清楚 领班把我甩开 我凭什么跟你说清楚啊 你不说清楚我就报警 笑话 你什么理由报警 就凭你找不到人 就凭我说的那句话 警察会来吗 小姑娘 社会可是很险恶的 别把一切 想到人案 然后他高声喊保安 说我来这里捣乱 让保安把我扔出去 两个无达三粗的男人 像拎小机一样 拎着我的胳膊 把我 推出酒店大门 我掏出手机 报警 接通之后 问我什么情况 我却根本不知道怎么说 正如那个领班所说 我有什么理由报警呢 我呆呆地站在酒店门口 觉得自己掉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我连哭都没有眼泪 就在这时 我忽然听见 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转过头 赵姨如同神兵天将 就这么突兀地 出现在我面前 我来不及问赵姨 是怎么略过两小时的车程 就这么出现在这里的 我抓着赵姨的胳膊 说了一句 他们把赵磊弄走了 就哇了一声哭了 赵姨果断地说了两个字 不哭 然后就拉着我进了酒店 领班看见我又回来了 身边还跟着一个陌生女人 急笑道 哟哼 还喊了个救兵 赵姨二话不说 冲上去就是两巴掌 把那个女人给打懵了 酒店的保安反应过来 几个人把我和赵姨围了起来 谁知道赵姨从腰里抽出了一把菜刀 直接砍在了其中一个人的肩膀上 其余几个保安一件菜刀 顿时吓得嗷嗷乱叫 酒店大堂乱成一团 那个领班下的摊在地上呜呜直哭 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赵姨揪起那个女人的头发 拿太刀抵着她的脖子问道 赵磊在哪 不说 我就把你的头剁掉 领班身体抖得像筛糠 五 五零七号房 赵姨大步走向前台 揪起缩成一团的前台小妹 五零七房卡 拿了房卡 赵姨直接从楼梯冲了上去 我跟着她往上跑 却被甩出了一层楼 待我上气不接下气的冲到五楼时 赵姨已经刷了房卡冲了进去 我先是听见一声你是谁 然后便是一阵惨叫 这时窗外警笛响起 公安局内 警察正在做笔录 赵磊紧紧地抱着赵姨 一下也不肯松开 我在一片看着呢 只觉得心情无比复杂 这应该是赵磊从小到大 和赵姨最为亲密的时刻 我回想起当时房间内的场景 赵磊 只着最后的内衣躺在床上 那个曹经理正浮在地上 发出杀猪一样的嚎叫 赵姨发疯一样 拿着刀一下一下 砍在那肥胖恶心的躯体上 一下又一下使出了全部的力气 警察赶到时 我已经扶起了赵磊 他尚有意识 只是刺激无力 动呆不得 而地上的地毯呢 已经被那个恶心男人的血染红了 曹经理身上被赵磊妈妈 卡了二十几刀 但是很神奇 没有一刀砍在要害 只是流着血 比较多 看着唬人而已 医院给出最后的鉴别是清赏 对此 赵姨的解释为 我在饭店剁过那么多年的肉 好歹也算半个屠夫 我肯定不能把自己送去给他偿命 不然累累一个人 我怎么放心 赵姨说的也许有点道理 下手的时候 应该是尽量避开了要害 但我更愿意将这个结果定义为老天有眼 水区市里曹经理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们不也看到了 我本来是想包养他的 但他死活不愿意 那我就只能想这办法了 今天他实习期结束 实习报告需要我盖章才有效 拿不到实习报告他避不了夜 然后我就以此要挟他 让他陪我吃顿饭 为了不让他有疑心 我特意把和他一起实习的小姑娘和领班 也都请了 看见有这么多人 他也就放弃了一点 但没想到 坐他旁边的领班 趁他不注意 把药下到他的饮料里了 给他下的药分量不多 所以他还有意识 把他拖进房间之后 他还反抗了 拿烟灰缸砸了我的头 耽误了点时间 然后他妈就拿着刀闯进来了 做完笔录后 警察安排我们在休息室休息 赵雷依旧一刻也不肯离开赵姨 一句话也不说 我问赵姨 姨 你当时怎么就突然出现了 你上次跟我打电话 说过那情况之后 我就辞职了 然后在这家酒店 附近的饭馆找了份后厨工 就怕哪天外一出事 我赶不来 你被赶出来的时候 我正好出来大垃圾 意识到可能出事 就回厨房 拿了把菜刀过来了 赵雷情绪平复了不少 抬起头 第一次这么认真地 注视着他的妈妈 妈 你老是让我好好读书 是不是就是怕我这么小 就走上社会 容易被人算计 赵姨太了口气 一部分吧 你妈没什么文化 但你妈吃过这样的亏 所以不想让你也吃亏 我和赵磊都被吓到了 赵磊结结巴巴 妈 你 你说过吃亏 是什么意思 难道 难道我 赵姨轻轻点了点头 赵姨父亲早亡 16岁时 母亲又被查出癌症 她来不及 读完初中 就放弃了学业 跟随村里人 去了县城打工 她做过清洁工 摆过地摊 也刷过碗 几经辗转 她来到了一家电子厂 她噩梦开始的地方 年纪轻轻嫩的 恰如刚出水的 梁花一样的姑娘 被厂里的干部盯上 男人下药 强劫了她 并威胁说 你要是敢告诉别人 我让你在这座县城里 再也找不到工作 没什么文化 人家吓唬几句 就被吓住了 也没什么法律常识 被人强奸了 都不知道去报警 赵姨就这样 被男人威胁着 和她发生关系 直到发现怀孕 男人不认账 赵姨不敢告诉别人 只能偷偷找到了 从小一起长大 已经师范毕业 成为人民教师的我妈 那时我妈 已经和我爸结婚了 并怀上了我 面对和自己 同样怀孕心情 却完全不同的 可怜姐妹 我妈怒火中烧 当即就要领着赵姨 去找上门 咱去找她 她要不认 咱就报警 可是赵姨却不敢去 不 不行 她说警察局里 都是她认识的人 我报警的话 她就让警察 把我关起来 我妈骑得直跺脚 我的傻妹子 她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警察局是她开的 她那是骗你的 我妈费了很大力气 终于把赵姨 那么蒙蔽的思想 拉回了正道 她带着赵姨 找上男人 说如果你不负责 我们就去告你强奸 男人死皮赖脸 告我 说我强奸 你有证据吗 我还说 是她勾引的我呢 行 那我们就在场里闹 反正鱼死网破 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男人这次害怕了 任怂说 她实在不能离婚负责 这场子 是她老婆家的 闹大了 她也会丢了工作 连自己都养不活 我赔她一笔钱行吗 闹大了 她一个女孩子 家家也不好看 男人给了五万块钱 在那个年代已是不少 我妈陪赵姨去了医院 带医生说 赵姨子宫臂太薄 这个孩子打掉 可能就再也怀不上了 赵姨说 那就不打了吧 这是我的孩子 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她给母亲烧去信 说自己挣了大钱 过几天就回家 让她没想到的是 苦苦熬了几年 母亲不想再继续拖累她 一根麻绳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促里人帮忙料理了后事 之后赵姨便带的钱 回了县城 在我妈的帮助下 买了间小小的房子 然后生下了赵磊 赵磊听完了事情的全部 呆愣了好久 然后抱着了赵姨 嚎啕打哭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让我误会了你这么多年 告诉你干嘛呢 赵姨轻轻摸着赵磊的长发 都过去了 妈老让你好好读书 好好读书 就是怕你懂得太少 像妈一样被人骗 女孩子多读点书 见识广一点 眼界开阔一点 就不容易上当啊 赵磊负在赵姨肩头 眼泪巴达巴达的流个不停 半个月后 法院宣布了判决结果 曹经理犯强奸罪未随 处三年零七个月有期徒刑 领班 属从犯协助犯罪 判有期徒刑十个月 赵姨凯人 造成心伤 但结合当时的情况考虑 最终 判决承担六千八百元的治疗费 赵磊报名了成人教育学校 她决定要开始好好读书 然后通过自考考大学 赵姨对此很是欣慰 我妈说得对 女孩子是弱势群体 所以更得多读书 努力偏强 这样才能不被不威胁 才能有选择的遗地 是啊 多读书 多学习 从来都不只是为了那一纸文凭 更是为了开拓眼界 开拓视野 拥有不断前行的重力和勇气 为了能够自由选择人生 为了能够不受人胁迫威胁 为了去更宽广世界 为了看更美好的风景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